玉廊商业大道发生了持枪抢劫案 一名保安公司的辅警在开工前先到公司取枪 随后光天化日下到一家借贷公司打抢 抢走了超过两万四千元 38岁的嫌犯今天被控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警方召开记者会公布嫌犯身份和所起货的贼赃和干案工具 包括现金、嫌犯衣服和包包等 另外也有章写着要求员工交出现金和包内有枪支的纸条 警方表示嫌犯是本地公民 是祥英保安管理公司的一名辅警 他在事发当天也就是4月12号值班前 先到公司取枪然后换掉制服到案发现场 他干案时先是出示纸条 指示员工交出现金 不过过程中并没有出示枪支 他干案后还返回公司如常上班 警方在下午3点55分接获报案 并在5小时内逮捕嫌犯 借助警方电眼和电里的闭路电视 在没有威胁到公众安全的情况下 成功逮捕宪嫌犯 警方将不予力的确保这些威胁公共安全的违法者 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警方透露嫌犯干案后 也把部分现金会给一名34岁女性友人 以偿还债务 女子也已落网 并将在非法拥有贼赃的罪名下被控 如果罪程可被判监禁最高5年 破罚款或两者监失 另外还有8人在同样罪名下落网 男子则将在军火法令下被控 罪程可被判终身监禁和不少过6下的边刑 目前人就在抢劫案的案发现场 那其实门口就有一些地方让公众可以休息 那周边也有不少的商店 包括咖啡店 下午10分的人流量也不算少 不过刚才向一些公众了解 很多人在没有看新闻之前 其实都没有察觉有罪起事件 警方目前已取回17500元的现金 这家借贷公司去年底也发生持刀抢劫案 我国最后一次发生持枪打劫案 是在15年前 你就在公众份上只能够起事件 如果那么恰选人甚至个公众 可以的那些公众